26岁开宝石节炫富 网络互助盘吸金七亿 曾上过节目谈命理的讲师黄元宏 身带百万名表 开着宝石节炫富 年仅26岁的他 为了达成月入百万的目标 去年底策划POG互助盘网站 声称一天有1%的高获利 吸引全台近3000名玩家加入 他跟我们说有一个网络的互助平台投资 还不错 那有邀请我们这些学生 他帮助过的学生一起参与这个游戏 POG是近年网络金融P2P借贷的变形 玩家缴500元入会费 再登记自己的银行账户 等候网站配对 玩家必须先帮助别人共35000元 利息一天1% 20天后再接受帮助 利息7000元 本利共收4万2000元 许多玩家觉得好赚 便拉亲友加入 POG发展到近3000人的规模 但最后两期POG网站 将大部分受帮助的账户 集中配对到黄元宏亲友户头 被玩家质疑后 7月19日网站关闭 黄元宏涉嫌吸睛7亿后 人间蒸发 他们的意思是说要找的 如果有点不够 要冲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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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跟他说 我们就跟他说已经没够 是 那句话也已经有缺 有看过他开那个法拉利 还是保时捷回来的 那个有啊 有看到 可是他说那个是别有的 黄世后仅透过影片喊冤 并指控 前世遭另一名玩家 肖明宏卷走 那我今天要公布 起是肖明宏 最后结束的起来 也是肖明宏一手策划的风牌 肖明宏出面向苹果表示 为了自清和自保 他接受400多名受害玩家联署 委托律师向桃园地检署 控告黄元宏涉嫌吸睛与诈欺 在整个的那个 营运的模式里面 没有人是缺资金要付利息的人 他到最后绝对是一个吸睛 或者是诈骗的手段 POG的交易复杂 每个玩家是受害人 同时也是加害人 桃园警方表示 自8月初开始 陆续有民众报案 控告其他POG玩家诈欺 最多列出76个账户 要求警方冻结 那这个100多万 现在卡在那边 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当然有影响 连账户都被封了 宁管会已提醒P2P 网路借贷平台业者 应遵循法令规定 并提醒民众 注意相关风险 图发中心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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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